令大家的期待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一部青春热血冒险泡面番 大怪兽Rush 本剧的主角是三个宇宙人 巴尔坦线人巴雷鲁 嘎斯线人加鲁姆 马格马线人马格纳 由他们组成的狩猎队伍 对抗着被等离子矿石 变质数百米高的怪兽 这些怪兽实力可谓是强到离谱的程度 不把他们身上的等离子矿石 全部击碎就不会死亡 而主角的三人组 一个指挥家居 一个控制家输出 一个肉夹输出 搭配起来更是达到了 1加1加1大于3的效果 除此之外 大怪兽Rush在后期 虽然加入了赛罗警备队等一系列的人物 但我们也无从分享了 因为大怪兽Rush就出了两季 后面变那尾了 后续的剧情 则可以去官方的街机游鱼上去找寻 今天阿德就给大家来看看 这大怪兽Rush的奇幻世界 在这颗贫瘠的信用上 出现了一个数百米高的雷德王 他的身体上一共有五枚等离子之魂 只要全部摧毁 正在将其成功击杀 在第二人的基地中 此刻众人正在观察着 这个三人小队的行动直播 嘎斯七人率先出击 在雷德王前进的路上 预先埋下地雷 等雷德王踩上去的时候 直接将其拧抱 但很可惜 这一招并没有成功杀死雷德王 反而是让其更加生气 开始反击三人主 一尾巴就直接将三人从高台击落 加鲁木潇洒落地 紧接一发鹰眼射击 击碎雷德王身旁的柱石 依靠注石挡住了雷德王前进 配合之前炸出来的地形 将雷德王的行动彻底封死 那么接下来便是痛打落水狗了 马格纳率先出击 依靠手腕上的剑 一剑击碎雷德王背部上的一块 等离子之魂 但还没高声音的 雷德王一尾巴甩过去 就直接把马格纳击飞了 但马格纳也并未受到重伤 因为他肉啊 这雷德王的一尾巴 还真不能把他怎么样啊 击飞马格纳之后 雷德王迅速追击加罗姆和巴雷鲁 加罗姆转身一发鹰雁射击 再次击碎雷德王背后的一块等离子之魂 雷德王吃透被打出僵直 巴雷鲁一跃而起 先是一个净奥义 顺域引杀阵 再接一发 引奥义诸刃 瞬间打掉一个等离子之魂 雷德王彻底发怒 再次追击中人 巴雷鲁飞速撤退 将雷德王带到了乱石丛中 利用乱石的坠落 对雷德王造成伤害 乱石成功击碎的三块等离子之魂 不愧是天下第一的大傻 按道理来说 这个雷德王应该已经死了 但意外却突然发生 就在众人争抢功了的时候 雷德王再次出现 原来是他的嘴里 还有一块等离子之魂 但这并不会对他们造成任何的阻碍 这毕竟只是一个新手任务 见到马格纳冲上天空 一记强力军刃 准备将最后一块等离子之魂 彻底粉碎 但是在他冲手之境 一道激光从远处射来 原来是嘎自行人加鲁姆开枪了 直接从远处击碎了雷德王嘴里的等离子之魂 就在众人放松警惕之时 一道闪电从听而降 又一只怪兽来起 等尘埃散去 却什么都没有 但随着一道闪电的起来 众人发现 原来是透明怪兽内隆嘎 内隆嘎的身体是透明的 三人只能逃跑 无法反击 直到内隆嘎冲进最时 扬起了烟雾 众人才勉强看见他的身形 加鲁姆直接一发阴眼射击 但并未对内隆嘎造成什么神经的伤害 马格纳看在地面上 内隆嘎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脚印 表示有脚印的话 隐形不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吗 最后就冲上前去准备击杀内隆嘎 但因为看不见他的动作 还没成功靠近就被拍飞了远 而这次内隆嘎的出现完全就是意外 只是因为这颗星球 每到这个时间就会打雷 所以这个时间是内隆嘎吃饭的时间 加鲁姆的情报收集工作做得很好 他了解内隆嘎隐形的秘密 只需要让他不再吸收到电能 就能让其解除隐身 人似乎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 阻止内隆嘎吸收到任何电能 加鲁姆迅速的制定作战计划 先让巴雷鲁释放分身 吸引内隆嘎的技能 等内隆嘎体内电气耗光之后 便让马格纳举起手中的金属剑 当一个避雷针去吸引雷霆 让他落在内隆嘎身上 内隆嘎终于现身了 巴雷鲁迅速开启金奥翼 顺域隐杀阵 用绳子捆住了内隆嘎的脚 而加鲁姆则是抓住机会 为了他一发三连技的激光炮 内隆嘎彻底倒下 而众人也终于完成了这次的任务 原来这一切 都是美菲拉斯性人对他们的讨厌 美菲拉斯性人 想让他们三个人去对抗恐龙战车 恐龙战车凭借着他超高的机动能力 超强的防御力 以及超级强大的火力 让很多三人体都无踪而返 其中就有帝国性人 地狱性人 以及几个艾德人组成的三人小队 打败连怪兽滴血不掉 回头一号三人无路可逃 终于Rashi三人小队准备进军 加鲁姆率先从卡内购手中 买下了最新的枪支 一把雷鼠性的激光枪 一枪就直接将恐龙战车打出僵直 还崩飞了很多的轮胎 坊间一结束 马格纳就率先出击 准备砍下恐龙战车的等力子之魂 但谁知道恐龙战车 并没有丧失机动能力 直接转身对着马格纳开炮 幸亏马格纳有一群 保护自己的铠甲 这才庆免云奈 但恐龙战车明显很愤怒 一路追着马格纳 马格纳提出阻止 恐龙战车的行动方案 巴雷鲁直接出击 一个顺利引杀队 就直接将恐龙战车完全控制 之后其他两人一同发动攻击 将恐龙战车剩下的等力子之魂 击碎至最后一点 巴雷鲁直接一个白色破坏斩 将恐龙战车彻底击杀 之后他们还会遇到 很多强大的怪兽 尤其是萨乌斯 将会成为所有等力子怪兽的鼻子 后续还有奥特曼的加入 不会由于新问题 人骨将这个泡面番彻底断根 各位如果想看的话 请多多点赞